再來的話我希望做這個 這個做什麼List View 也是一樣 不過List View不需要做什麼 這個List View我把它切回來 第一個一樣做什麼超連結 所以這邊的話你一樣把它做一個頸Page 1 第一個一樣先做什麼 如果你要做List View 一樣先做超連結 第二個的話再做什麼 再做項目清單 因為我今天如果說要做出類似像這邊的效果 給各位看一下 即時一下 就這樣子 這個叫List View 那這個List View意思就是說 它旁邊會有個箭頭 因為我有超連結的話會有一個箭頭 點擊一樣可以跳過去 那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如果說你有很多很多的項目 其實都可以做一個List View 像最新消息這下面一樣都可以做 什麼List View 當它點擊 後面如果超連結又可以連過去 又可以一直連一直連 OK 所以這個List View用到的機會還蠻大的 那要怎麼做 1做超連結 2 把它們做項目清單 不過這個項目清單 因為我這個可能是從記事本摳過來 所以它沒有每個都有 第三做什麼 請注意一下 選取它們 選取它們的時候 它一定是UL到UL這個範圍 我建議 最好是從這邊選好了 可能比較保險 再來呢 把這個範圍裡面呢 往下 找到一個叫什麼 Data Raw 一樣是Data Raw Data Raw 就是它的角色 它的角色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List View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List View 那它跟NetBar最大的不一樣是 NetBar需要一個DIV List View 不需要一個DIV 但是如果你把它包在DIV裡面可不可以 好像也可以啦 只是會有一個外框 OK 好那我們如果不要那個外框的話 我直接做成List View 再來怎麼樣 儲存 Save一下 Ctrl加S 把它Save一下 然後它基本上就是 在UL的這個地方 多一個List View 我試一下 即時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就出來了 不過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說你要 在跟剛剛一樣 剪下放在DIV 其實應該也可以啦 那如果你沒有做 那個List View的話 它會有點像原來的網頁狀態 我試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把這個邊剪下來 然後再插一個DIV給它 再把它怎麼樣 放在這個DIV裡面 再變成List View 好像應該也可以 不過效果可能不太一樣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DIV DIV 這邊 然後現在是放在DIV 但是它的那個Data Road沒有改 不過Data Road又出現這個 如果出現那個 就記得把它再 再 因為可能要選到下面這個 頭尾不要選到 這要選到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如 沒有了 OK 好 如果有出現那個Content 記得 重選一下 不然的話 你可能會把原來的那個 角色給亂掉了 OK List View 那假如做上去之後的話 再 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 如果是 把那個 Data 多一個DIV 反而不行 所以特別注意 Netbar跟List View最大不一樣的是 Netbar一定要放DIV 但是List View 不能放DIV裡面 所以可以把它搬加 搬到UL裡面 特別是 UL裡面 那再把DIV給刪掉 如果你要更新的話 記得就是 UL到UL 把DIV的頭跟DIV的尾刪掉一個 再過來看一下 就正常了 所以這邊讓各位了解一下 因為很多同學最後會搞混 把DIV跟Data Road 兩個之間搞混 所以Netbar一定要在DIV裡面 但是List View不行 你放在DIV裡面 也不行 一定是UL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好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 試一下這邊點進去 就跳過來了 再Back一下 這個是List View 不過 點過來之後發現 一直少一些東西有沒有 最好是不是可以在這邊多一個 Back一下吧 不然的話看到 回不去了 只能點上面的 將來手機裡面 它沒有外面這個東西 所以你很麻煩 你不如怎麼樣 點進去 等一下 教各位這邊 跟下面 多一個按鈕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謝謝大家